舉起杯子與滿場的記者 一同慶祝新聞自由 華盛頓百年傳統白宮記者協會晚宴登場 美國總統拜登一上台 立刻就挖苦自己 除了暗奉台下記者和他一樣不受歡迎 這次宴會是時隔六年 首次有總統出席晚宴 拜登也不忘狂酸前總統川普 在任四年內抵制活動有如瘟疫 晚宴變成吐槽大會 還找來脫口秀主持人崔弗諾雅 開上黑色幽默 再次提到拜登的低支持率之外 也不忘貼緊時事 而拜登下台前 還不忘再酸一次俄羅斯 廟宇如豬鬥的在場來賓 捧腹大笑 記者綜合報導